第二百二十集 这一掌仿佛要将整个天台地面都要裂开了一半 江振夜眸子中倒映着火光还有惊恐 他的瞳孔仿佛缩到极点 而嘴巴却恰恰相反 张大的几乎可以吞下一个拳头 前一秒他还觉得夜晨的战斗方式杂乱无章 后一秒竟然施展出这种诡异而有强大的武技 这是什么掌法 为什么他在华夏舞蹈界闻所未闻 亦或者这是错觉不成 强大的气浪直接让他退后了一步 一跤踩空 他的身子竟然摔了下去 江振夜脸色苍白 想要涌动进气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鼓舞者施展武技需要借力点才行 现在他在空中没有任何借力点 手上更没有血霉垫那杀手的钢丝 好在下面刚好有棵巨树 巨树的枝叶直接减轻了他的压力 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他砸在了地上 身躯的骨头几乎碎裂 后脑勺更是与地面接触 鲜血流出 仿佛脑震荡了一般 他强行让自己清醒 余光中看到天台上一道黑影落下 那江家孽种怎么这么穷追不舍 非要杀了他才把羞不成 不光如此 他发现校门口方向已经有一群穿着军装的人儿来 滑下龙魂的人 他不再犹豫爬了起来向着一处围墙而去 转瞬之间便已经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叶晨因为施展坟天长的关系 丹田真气几乎抽空 想要运转苍龙幻身绝 几乎不可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振业离开 不过他手中还是出现了一根银针 射了出去 穿透一切 直接没入了江振业的后脑勺之中 江振业自然感觉到了什么 头痛欲裂 但是顾不上一切 直接翻墙离开 不多时 英勤带着几位龙魂强者赶来 英勤扶住了叶晨 关心道 叶先生 你感觉怎么样 叶晨摇摇头好奇道 你们怎么来了 启禀叶先生 龙魂有人二十小时 监察京城师范大学 我们发现出了问题 就立马赶了过来 叶晨点点头 看了一眼血没垫杀手的石头 把尸体处理了 是 随后 叶晨便向着教室公寓而去 他发现 胸口的那几道伤口 竟然渐渐发黑 对方的五指竟然有毒 关键这毒 还不是一般的毒 一般的舞者可能早就出事了 但是他可不畏惧此毒 他乃神医一道 一道神通 这种垃圾毒 还真不放在眼里 只不过 处理起来有些麻烦而已 如果叶晨没猜错的话 自己身体中的毒 不致命 却可以一点一点 蚕食自己的 修为和血脉 丹田千疮百孔 最终沦为一个废人 华夏居然有这种毒 看来那个中年男人 真的想废了自己啊 不过 对方既然要抢狱外之物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自己 反而退而求其次 废了自己呢 这不是更麻烦 叶晨不再多想 从轮回墓地 取出了一颗丹药 直接浮了下去 随后又是取出了一株草药 五指捏紧草药 渗出绿色的汁水 滴在伤口之上 这草药叫 去毒草 对于缓解毒性 有一定的作用 做完这一切 叶晨便向着教室公寓而去 电梯刚打开 叶晨便看到了一个 穿着睡衣的少女 站在他的门口 毛子犯着一丝担忧 自然是魏莹 魏莹也是听到动静 从睡梦中清醒 他甚至发现动静的来源 就是叶教授的房间 无比清晰 难道叶教授出事了 亦或者是白天那个 唐鹏飞背后的人来报复了 他连忙起身 甚至连睡衣都没有换 直接敲响了叶晨的门 可是久久没有人回应 让他的心沉到了谷底 魏莹 你怎么在这儿 叶晨皱眉道 听到身后有声音 魏莹娇躊一正 瞬间反应过来 惊喜地看向叶晨 脸忙小跑过去 叶教授 你这个时候 怎么从外面回来 我在隔壁 听到你房间有很大动静 会不会有小偷 话还没说完 魏莹就注意到 叶晨破碎的衣服 以及胸口的伤痕 叶教授 你 你怎么受伤了 魏莹花容失色 下一秒 一把拉住叶晨的手 直接打开了他的房门 激动到 叶教授 跟我来 我房间里有爆炸的东西 叶晨无奈地摇摇头 本想拒绝 却已然被魏莹 拉入了他的公寓 叶教授 你先坐着 等我一下啊 魏莹让叶晨坐在沙发上 随后便去卧室 取医药箱 他全然忘了 叶晨本身就是一个医生 不过 叶晨也不打算拒绝 用丹药和一些草药 恢复能力虽然很快 但还是要包扎一下 很快 魏莹就拿着医药箱 来到沙发上 取出酒精和绷带 对叶晨道 叶教授 你把衣服脱一下 好 叶晨直接脱掉了 破碎不堪的上衣 露出极具线条感的 发达的肌肉 尤其是快壮的胸肌和腹肌 看上去给人的第一感觉是 极具男人魅力 魏颖还是第一次见到 男人光着身子在他面前 几乎瞬间 他的脸蛋就红了起来 关键还是如此近的距离 这叶教授看起来很瘦 为什么脱掉衣服 身材这么好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魏颖咽了咽口水 将脑海中的想法挥散 随后身子弯下 柔声细语道 叶教授 可能有点疼 你忍一下啊 他小心翼翼地 给叶辰消毒 叶教授 你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给你包扎 如果难受的话 我晚上陪你去医院看看 魏颖身子移动了几分 叶辰颇为无奈 如果此刻提醒 必然更加尴尬 好了 还好我前几年 培训过这个 不多时 魏颖呼出一口气 已然将叶辰包扎好了 他得意洋洋地 看向叶辰 似乎想要邀功 却发现 叶辰没有丝毫的反应 他顺着叶辰的视线 这一刻 他脸都红到脖子根了 身子更是猛地起来 笔直如一颗松 却是显得僵硬无比 谢谢 时间很晚了 你早点睡 我回去了 叶辰也站了起来 他也不想过多地打扰 毕竟大半夜的 在一个女孩子的房间 也不太好 魏颖反应过来 脸忙扶着叶辰 向外面而去 你身上还有伤 我扶你过去吧 两人来到门口 刚打算开门 一道敲门声响起 门开 今天校门口 见到的吴凡 出现在了门外 魏老师 刚才这边 好像发生了地震 我来看看 声音戛然而止 吴凡死死地 盯着袒露着上身 以及穿着睡衣的位影 凌晨三点 一对差不多年纪的男女 从里面出来 更是衣不遮体 谁也能想到 里面发生了什么 吴凡本来想 趁着地震的时候 向魏颖表示一下关心 更是争取在对方眼里 树立绅士的形象 现在看来 根本没有必要了 他万万没想到 魏颖在外人面前 装成一副青春猎女的样子 现在看来 不过是一个婊子而已 一想到这种画面 他气得面红耳赤 他追了魏颖整整半年 居然还输给了一个 刚来京城师范大学一天的教授 凭什么 怒火在吴凡的心中燃烧 吴教授 大半夜你怎么来了 吴凡恶狠狠地 瞪了一眼魏颖 没有回答 这个女人在他眼里 现在只觉得恶心 再漂亮有什么用 他直接转身向着电梯而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气头上的缘故 在走到电梯口的时候 嘀声骂道 不知廉耻的臭婊子 虽然很轻 但是还是被魏颖和夜晨听到了 魏颖的脸色 更是苍白到了极致 谁能想到 一直在他眼里 还算绅士的吴凡 竟然骂他婊子 这个词对女人来说 简直就是侮辱到极致啊 魏颖再也忍不住了 怒声道 吴凡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哪里得罪你了 而此刻的吴凡 已经钻入电梯之中 就在大门要合上的刹那 一道狂风席卷 紧接着一只大手 直接伸了进来 电梯的两扇门 再碰到夜晨手臂的刹那 弹开 那两只手抓住了 吴凡的衣领 更是将他丢在了地上 动手的正是夜晨 吴凡只感觉浑身骨头 都好像散架了一般 气势汹汹地看向夜晨 夜晨 你他妈还打人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我叔可是京城负责警务的领导 夜晨没有理会 淡淡道 你嘴巴欠抽 雨落 夜晨的手在面前轻轻一挥 虽然距离吴凡有两米 但是一股气流涌动 仿佛形成了一只虚掌 狠狠地扇在了吴凡的脸颊之上 这一下 他的脸彻底红了 不光如此 牙齿更是全部掉了出来 惨不忍睹 吴凡蒙了 表情更是见鬼一般 他根本想不到是谁在打他 向魏颖道歉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夜晨道 他的语气很平淡 没有一丝温度 越是如此 就越让吴凡心计 魏颖根本想不到夜晨会为他出手 他看了一眼夜晨不再说话 吴凡后背全然湿透 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周身温度不断地降低 这种感觉 太难受了